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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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朋友的光臨 剛剛邱君強老師提到昨天晚上 其實是我們這件星辰發生的事情 我這首舉止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很特別的名稱 稱為韓北調 事實上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那是為了紀念我父親寫的一個曲子 我成名在想 到底生命是 一直在想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最近幾年我也都會 還是有些長年輕人離我而去 我在想說做一個人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我來講 我這些年來都創作一個很大的起發 就是音樂 寫錯一首音樂到它的演出 演出本身 它其實是非常接近我們的生命 在某種意義上面來講 它可能是最接近 最貼近我們的生命的一個現象 因為 就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的生命其實是一段 已經被定下來的時間 那我們在這時間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施著要盡力去把它做到最好 不管我們認為怎麼樣是最好 我們都盡力要去把它做到最好 可是這中間事實上我們 當我們回過頭去看的時候 我們有許多時候其實都沒有做好 那這首曲子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這裡 因為我為雙彎團寫了兩部 其中一部必須是由演奏者本身先進錄音室 把那一部份預先錄製好 然後今天演奏者會跟他預先錄製好的錄音同時演出 因為那個錄音的時間是固定的 它也不會等你 那個錄音你有沒有進來 或者錯過的時間它都不會等你 它就會持續從頭放到尾 那作為一個現場的演奏者 我們就是在生命裡面 時只要去把這個演出演到最好 雖然有很多時候我們其實都沒有做到 真正我們認為應該做得那麼好 那在這首曲子裡面 它有很多時候 現場錄音是完全靜默 錄音是完全靜默 很長的時間是靜默 現場錄音在那個很長的時間裡面 它必須很精確去偵測到 它自己的部分的速度 音樂的節奏各方面 以免有的時候錄音會在你還沒有完成你該做的事情之前 它就進來 有些時候可能你沒有算好 你已經完成了你部分 結果中間有一個很尷尬的靜默的時間 因為錄音不會因為你預先結束你那一部分 它就提早進來 所以這樣的一種對時間的偵測的精確度 其實是我覺得在音樂裡面很重要 那做一個人 如果去思考生命的話 這對我來講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麼因為如果我們聽眾不看福的話 有些東西很明顯可以看出沒有合得好的 但是有些東西只有演奏者或者作曲家會知道 就像我們的聲音裡面到臨終 我們大概會知道 有些東西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別人都知道 有些東西我們自己沒有做得很好 可能只有我們自己就知道 所以我在上面寫Montsat的Lakrimontsat裡面提到 如果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我們怎麼辦 各自寫 我們只能求上天聯名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盡了一點 至於這個title 含杯調我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整個來講 這首作品應該用台灣傳統的說法就是 哭掉 但是我因為在台灣文學家 台灣作家武賀的作品裡面 他在寫 就在設置到這裡有一些三張頁的一些故事 一些瓶琳師已經沒落的行業裡面 有一位女主角叫做韓碑 那她就是 所以我想說 靠掉啊 我就用韓碑這個名字來取代 就成為韓碑調 希望大家能夠欣賞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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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